大家好 為各位介紹這項商品 那今天為各位介紹的是一組拉桿的一個部分 這個是由巴豐特所製造的這個 對應這個多種品牌款式的這個鈦合金的尾段 那基本上呢 在巴豐特製造的這個尾段的部分 那像這個是用MVJ的部分 那像MVJ像辣椒拉桿等等的 它對應的這個寬度的尺寸是不一樣的 還有一個是RCS 那還有一個是CNC的RCS 所以巴豐特做這個後面的拉桿總共有三個尺寸在 那基本上如果你要訂購 你告訴我這個尺寸的 你這個鈦合金目前多少看到這個尺寸的距離是多少 那基本上這個如果是合乎它的具體的話 那就可以直上 那非常這個方便 幾乎對應不管像MVJ 辣椒 或者是像這個 一些其他的瑞迪亞等等的品牌 那巴豐特其實都有製造 那在這方面呢 那當然拉桿是採用100%鈦合金所製造的 那每一組的這個 呃這個 呃 巴豐特的尾段的太拉桿 若是經由手工燒射 它不是機器燒射 真的是自然發射而不是度上去的 100%整支是實心的 不是空心的 CNC 加上它這個倒角也好 非常好看 所以它觸感非常棒 那鈦合金的觸感是非常溫潤的 那巴豐特的鈦合金呢 它都有拿去 我們的瑞士SGS 瑞商SGS 做整個鈦合金純度的認證 那它不是用什麼64鈦 也不是用什麼 或是一些比較低階的 合金鈦 它是使用純度非常高的 那上一次測試是 99.864鈦合金 或是純正鈦的一個部分 已經非常高 已經接近醫療級再用 所以呢 在鈦合金的品質都是非常棒 然後鈦合金的一個特點 就是說萬一不小心 你的這邊有卡到 或是倒車有稍微傷到 其實只要送回來 然後換一些修復費用的話 把這個地方重新拋光 它沒辦法漲肉出來 譬如說你如果削掉一腳 是沒辦法漲肉出來 但是確實可以把這邊 拋光 做一個煤化 然後再重新燒射 看起來就會跟新的 很接近一模一樣 這是一個Type 鈦合金 比較簡單 可以去處理的一個方式 那我們看一下右邊的部分 這是右邊的部分 那當然你可以搭配各種前段 你可以做各種可調整的一個方式 各種的具體可以調整 那喜歡幫我們參考 剛剛我到麥克山路 記得蜻蜓來做一個選購 謝謝大家